便利的煮來水已經是因為現代人不能看救的一部分 但是很多的地方到現在也是沒有煮來水通用 為了火爛共中山路一段四十項 有幾十個月給民沒有煮來水通用 登記使用地下水 給民的健康讓人歡樂 時間令人都在專業過程 希望可以在二十天來完成煮來水講的結束 這條有在火爛鄉中山路一段四十項的道路 兩邊有十十個月給民 登記以來都沒有煮來水可以用 不到一集哈 這可以登記使用地下水 他們住在那裡就只有三點各民一樣 雖然有向煮來水公司新鮮過 但是因為四十項並沒有煮來水公算 好當地一直沒有水可以用 再到向李永修鋒和部署來登記 在我們火爛中山路一段四十項 這裡有十項的居民 登記以來一直沒有煮來水通用 一直在我們前船長 我們李秋冬先生 還有台風林書 還有我們陳振興理事長 登記的政主席 透過立法委員人修鋒 將他在一百空六年 經過經濟部水理宿來合庭 由自來水公司正式來做一個 無自來水鹽管工程 今天正式來開工 工廳大概一期 大概二十天左右 總長度大概兩公里 完成之後 我們這裡中正地區 差不多有三十戶 三十戶的居民 可以享受到我們乾淨的水源 可以食用的安心 吃得清潔 吃得健康 我們也希望說 透過立法委員人修鋒 有辦法繼續 讓我們這裡有自來水的地區 可以趕快來接管 讓民眾都可以食得安心 喝得乾淨 喝得健康 為了改革用水的問題 李永修鋒 也特別邀請自來水公司 跟火董香港所有人員 整個現場發展過 他沒有自來水 英國工廣場改善 方案進行處理 水、電、加速 是鄉親生活當中 不可以欠缺 如今當地區 也希望工廣場 可以整個完工 改善等年以來 生活當中的不變 新中華新闻 拜兵林 回董阿彩虹報道